2019北京市园会即将开幕 4月27日,北京市园会新闻中心正式开始运行 新闻中心特色鲜明,各种花花草草随处可见 原意主题突出 北京市园会新闻中心建筑总面积约4703平方米 分为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区、文化展示区等十项功能区 走进新闻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上用六种颜色的花束摆成了绘灰、长城之花 紧邻长城之花的便是5G展示互动区 据了解,北京市园会新闻中心实现了5G信号全覆盖 目前在我们这里展示的画面全是5G信号 因为只有5G才能支持4K和8K 因为它需要几百兆以上的上下行的传输速率 所以只有5G才能支持高清的实时的传送 除了科技特色,新闻中心还充分体现北京市园会的园艺主题 在新闻中心一层大厅内设有本草芬芳、芳香之旅、和平与爱、棉麻技艺、名阳四海 五个部分的园艺展示区 因为毕竟是一场园艺盛会的新闻中心 所以我们设置了园艺的展示区 同时我们也设置了园艺互动区 希望记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能够通过自己制作一些拆花的作品 一些盆栽、一些手工灶 能够体验到这个植物带给大家的一些愉悦的享受和美的享受 2019北京市园会是继1999年昆明市园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 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展览会 截止4月25日 北京市园会报名注册记者3789人 其中境外媒体 韩港澳台记者275人 境内媒体记者3514人 字幕志愿者201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